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女人年轻的时候貌美如花 如今却似七十老太 这些年全为周华健早期犯的错 周华健出生在盛产美女的香港 在一家中他排行老四 总共兄妹有五个人 从小他教室的音乐又非常的敏感 十四岁的时候 哥哥送给他一把吉他作为生日礼物 意料之外 这把吉他也让周华健从此走上了音乐之路 这些全部都迅为家人对他的悉心栽培 给了他很多的支持 才成就了他 机缘巧合之下 周华健和好朋友一起参加了歌唱比赛 并一举多冠 这一次的成功也是让他更加坚定了自己往后唱歌的路程 即使重重困难也少坚持 随后 他考入到北京大学 开启校园生活 由于家庭生活普普通通 兄弟姐妹也是颇多 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 便是在一家餐馆唱歌 正是在这个地方和他的妻子康翠兰相识相知 康翠兰是一名美国人 初始周华健的时候 他的年龄仅有25岁 却拥有了双穴位 但周华健确实恰恰相反 还是一个穷小子 只能靠着助唱来维持生活 两个人本就是在一条平行线上面的 却是意外的相爱了 台上的周华健唱着歌 让康翠兰为之心动 两人仅相识一年便决定结婚 结婚 对一个女人来说至关重要的 康翠兰的父母并没有统一两人的婚事 毕竟顺份相差悬殊 实在是太大了 好在 没有阻碍两人相爱 康翠兰的父母看到周华健是真心实意 只好答应他们 婚后生活也是简简单单的 当时周华健的事务大部分都是某起色 一家人全部依靠着妻子的独立支撑生活 开销也全部由妻子掌控 周华健看到妻子的默默付出 便奋勇向前 在1987年他便加入到滚石 发行自己的第一张专辑 新的方向 不负众望 这张专辑的销量竟然达到了将近20万张 也上周华健这个名字一炮而红 周华健的名气也是因此越来越厚 成为乐坛当时无愧的歌手 在面对娱乐圈当中的娱乐混杂 他也是坚定初心 只爱妻子一个人 没够多久 家中也是传来细讯 妻子怀孕了 但是在此时 周华健成为之后却非常忙碌 就连生产的时候也没有来到妻子的身边 就这样 第一个日子周厚安来了 但是妻子身体极度虚弱 也是留下了病根 时隔多年 他们的女儿周厚恩降生了 可是周华健确实在此时传出了绯闻 也上妻子神情受宠 一叶白发患上了抑郁症 因此 他所犯的错误也上妻子 像是70岁的老太一般 这个事情在最后不了了之 真相大家也是无从得知 周华健看到妻子深感愧疚 便是把手中的工作减少很多 全心陪伴在家人的身边 其实周华健和他的妻子两个人年龄也是一样大的 刚开始大家都觉得是姐弟恋 如今的周华健 妻子尽照意外曝光 姐弟恋变成了母子恋 妻子看起来像是70岁一般 不过周华健对妻子依旧是百般宠爱 就像施家保护妹妹一样 因此 周华健的宠妻是在娱乐圈当中非常出名的 但他却把妻子保护在身后 康翠兰作为一名公众人物的妻子 因为隐忍也付出了很多 在家中相夫教子 为整个家庭打理着各种各样的杂事 周华健看在眼里 皆是时光流逝容易不在 却依旧是爱他如初 现在的周华健和妻子两个人呢 也是过上了甜蜜幸福的生活 他们的女儿和儿子也是有所成就 1960年 周华健出生在香港的新银盘 15岁的时候 他的哥哥送给他一把吉他 从此他爱上了音乐 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 他上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酒吧住场 希望有一天能够有音乐公司看上他 可是音乐公司没有看上他 一个美女看上了他 有段时间 周华健发现 他每天唱歌的时候 都是有个女生坐在下面认真听他唱歌 那表情很沉醉 分明就是被他的歌声吸引了 这无疑就是给他带来巨大的鼓舞 这一天他唱完 这个女生就向他 对他说 你唱得太好听了 我很喜欢听你的歌 面对美女 还主动跟自己表白 如果自己还无动于衷 那就是有点不解风情了 于是 他提出了送女生回家 他们惊奇地发现 他们俩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 一来二去 两人就是好上了 这个女生就是康翠兰 一个美国人 西班牙文学和艺术双学位 在台湾一家大公司工作 大四的时候 周华健跟家人说 自己要退学 全职助长 可是他再有一年就可以毕业了 所以父母亲友全都不同意 但是康翠兰支持他 他说 你正在做一件很味大的事 周华健很感动 毅然地就退学了 专心一跃事业 于是 他们两个人租了一个小公寓 一起生活 康翠兰每天上班挣钱 周华健每天助长 但是助长的工资 非常地低 所以基本上都是 康翠兰负担起家庭经济 这样的日子 一过93年 周华健通过自己的努力 26岁的时候 他通过了李宗盛 成功签约了滚石唱片 事业有了一些起色 周华健心里 对康翠兰的感激和爱 愈加深厚了 一天 周华健走在街上 经过一个地摊的时候 看到上面摆了一盒戒指 他走过去 褶色了一会儿 挑选了一个 然后又借了点钱 买了一套西装 他准备跟女朋友 康翠兰求婚 可是就是在他刚刚 走进家门口的时候 看到这小小的公寓 一点像样的家具都没有 一件婚纱也做不起来 未来真的可以 给他幸福吗 他有些怀疑了 最终 他鼓起勇气 走进家门 对康翠兰 担心下定 并且问他 你愿意嫁给 家徒四壁 热爱音乐的穷小姿 并且保证 爱他一辈子吗 康翠兰流着泪说 我愿意 婚后 他们有了两个孩子 进入到滚石唱片 全期一年多之后 他终于凭借着广告歌曲 新的方向 小有名气 直到1991年 31岁的周华健 凭借着 让我欢喜 让我忧 确立了歌坛地位 并且称为天王杀手 大火之后的周华健 迎来的是满满的通告 全国各地的巡演 有时候 长达几个月都回不了家 同时还有漫天的绯闻 一天 他收到了封信箱 打开一看 居然是离婚写一书 他赶紧回家 发现康翠兰 非常的憔悴 到处都是掉落的头发 这个时候 他才发现 自己忘了初心 从此之后 周华健的遗传会上 总是能看到 康翠兰的身影 今天我要嫁给你 何花心 都是周华健 为康翠兰所做的 从嫁这个字 就可以看出周华健是多么的依赖康翠兰 如今 60岁的周华健依然是男人位十足 可是康翠兰看起来啊 却像是一位70岁大妈 头上长满了 丝丝白放 曾经有媒体说 周华健的妻子这么显老 太丑了 和天王不太配 面对这样的议论 周华健立刻说 如果你们知道 他为我付出了多受 就不会再说他丑了 不过随着进入到娱乐圈 有专业的团队包装 以及专业的造型师打理 周华健的颜值 终于逆袭了 成大家理想的样子了